Hello 拍一段影片就分享一下一些點滴 很感謝大家的留言支持 其實我為什麼會突然間有個自我存在價值這麼低的危機呢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在這一區無論在做什麼都好 始終都應該是鞭拆到別人是更加落力為社區 但被我發現收回來的資訊就是說 其實就收機灣 阿公 男喜 酒店這件事沒有什麼人做過的 只有一些社區主任 街坊自己 自發去收集一些意見 所以那一刻我會很失望 我覺得區議員的角色有時候就是要把街坊的意見收集回來 所以那一刻就有點生氣 加上我老公又說了這句話 我突然之間覺得我要爆發啦 當然啦 近期社會的一些運動 其實大家都很難說好好心情去面對 其實有情緒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這樣呢 讓我發現有這一本書 這本書就叫做 假裝不緊張就贏一半 其實是在我問一個學生借的 那我當時看到書名 我覺得很有趣 那我回想自己一開始開街站的時候 其實自己都很緊張 那它裡面就有些方法教大家 就是明明你很緊張 怎樣裝到不緊張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 當你對著一大群人說話的時候 你要當自己是對著一個人說話 那就是對著兩個人說話 那裏面也有幾個人的一些提示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中有一個呢 叫做 這個 那這一版 那這一版說的是什麼呢 我簡單說一下 那也很感謝同學借了這本書回來 讓我看看 那他就說 當你自己覺得感覺不良好的時候 就像我前幾天那樣的時候 那他就教你一個方法 令到自己要儘快回復回心情 或者是令到自己是儘快 面對失敗的時候 儘快容易起身 那他其中有一個呢 就是思考一下 你狀態最好的時候做什麼 例如說這本書就有說到的 我之前狀態最好的時候 我是每一天都很好吃一個早餐 那當你狀態不好的時候 你就要提醒自己 我每一天一開始都要吃一頓 我覺得好的早餐 那例如說 當你狀態好的時候 你會發覺我是比平時走多了路的 那你就要真的 會不會我都下街走個圈 走多點路呢 那他有一句挺好的 只要和狀態絕佳時的自己做相同的事情 你就能比較早跳脫瓶頸位 那有時候都有發現 有些情況我是在瓶頸位的 那就要想一想 那時候一帆風順 或者我做事很順利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種什麼的生活習慣呢 那就要盡快回復回 那這個就是一個自我暗示 那就是當你做了之後 其實你很快就會回復一個好的狀態 那當你回復一個好的狀態 那時自然就會 事情都順順利利的 那我之前開街三其實都挺單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真正知道沙桔灣阿公岩起酒店的街坊不多 那一刻真的要檢討一下 為什麼會沒有人知道 是否除了網上宣傳不夠 是否沒有人到地去說去做呢 然後有時候街坊都會相對來說比較冷漠 不是每個人都認識我的 有些可能見到我以拉架之類 他們就會覺得我搞事 那些阿婆阿伯都會說 你們這些年輕啊 有報應啊 你說沒有情緒起伏就不可能的 但是有時候也要提醒自己 如何把自己的心情調好 當訓練自己的EQ 另外有一個就是這個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說 寬鬆的行程會產生心境上面的歡樂 其實我也是一個很心急的人 經常把行程都排到密 自己開過Google Canada 都覺得呼吸不到氣 後來我排行程的時候 就不會排到那麼密 有時候街坊都會PM 即是Facebook PM我 說你什麼時候開街站 想下來幫幫忙 或者想簽名 我以前就是7點鐘開 就會搭街坊7點 我的心理壓力就很大 7點開不及那個站怎麼辦 因為我是那些 約了人 尤其是不熟的那些 就不會想遲到的 如果家人那些 可能也會遲5分鐘 現在我就會跟對方說 假設我7點開街站 我就會跟他說 我7點半 為什麼我會遲鬆半個小時 因為你要一抽二扔下去 然後你又要開摺桌 又要拉耳拉架 又要擺電腦 另外通常那些人 看到你在開站的時候 又會走過來跟你聊天 你起床說兩句 就已經是半個小時 所以我有時候Facebook 發帖都是 你搞搞一下 其實你開了整個小時 然後才發帖 然後加一會 你又可能再開多一個小時 然後你就會收 然後那些街坊看到那個Post 他未必一個小時之後會錄到你 所以呢 通常我7點開站 就會跟別人說7點半 又或者 我跟街坊說7點開站 我的心態是 我6點9要開完整個站 當然有街坊問 什麼時候會收站 收站都是一樣的 不過 程序有點不同 例如說 我跟街坊說9點鐘收站 我就會跟自己說 我9點3才收站 因為有些人 你9點收站 他真的9點最後一刻衝過來 那你收完 那他簽什麼呢 所以就跟自己說 雨嬸15分鐘 那個心態上 我就沒那麼急說 如果約了街坊 就說7點來吧 那我6點9已經攤開了些東西 那我個人就沒那麼趕 而且他裡面都有教 就是說你每個月 可能預期中有一兩天 是刺的 即是沒有東西在裡面 令到你有一些難以預測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都會有一兩天去緩衝一下 如果排定了之後 有幾個要連續有幾天 或者一個月裡面有幾天圈出來 那幾天暫時就不要排工作 整個人就會輕鬆很多 那所以這本也很值得看一看 那真是 因緣際會之下 讓我看到這本 那我看完個人 都真的輕鬆了一點 對 那所以就 對啦 分享來這裡先 那我這一期都可能有時間 就會拍一下影片 跟大家聊一下 這樣 好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